娱乐频道综合报道,女星闫丽婷与篮球员张志峰玉有一子,Wilson,在挺过三次小产及早产危机后,终于在除夕夜诞下女儿,Temmy,让夫妻俩开心不已,但儿子似乎有些不习惯新生命的诞生,对此闫丽婷选择用爱开导她。 严厉婷表示,Wilson原本很排斥别人对她提到妹妹的事,严厉婷也感受到儿子的不安与不平衡,因此她告诉儿子就算有了妹妹,你还是妈妈第一个爱的宝宝。 Wilson不喜欢大家一直妹妹长,妹妹短,严厉婷便对她说其实大家都羡慕妹妹,有你这么好的哥哥保护着她。 当儿子觉得她在外面住太久,她就告诉儿子一个要回家的日期,接着说会提早回家,原因是她和妹妹实在太想念你跟爸爸了。 严厉婷以儿子能接受的方式传达她永远是妈妈的宝贝,而Wilson也渐渐不再排斥妹妹,并准备好要当个好哥哥。 让严厉婷感动地说,我乐见往后的日子,也期待哥哥抱着妹妹的美好画面,光是想到都觉得此生无憾了。 严厉婷对于儿子疼爱有佳,翻设字严厉婷脸书,严厉婷用爱让儿子不再排斥妹妹,翻设字严厉婷脸书,严厉婷厉经千辛万苦终于产下第二胎,翻设字严厉婷脸书。